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编也是呢 这部剧带来了小编许多笑点和泪点 其中许多点特别具有现实意义 真是一部优秀的作品 为作品全体人员典范 剧作所有演员都演绎得十分到位 表演很是真实 许多网友也是留言表示很喜欢老季古实力派和小季古实力派 而剧中很受欢迎的几位孩子 也因为在剧中的演绎收获了许多观众的认可和期望 未来可泣啊 不过其中有一名孩子却是因为长相而备受争议 那就是丁依依的强大朋友团之一的丹丹 在丹丹第一次出镜时 便是给丁依依出主意 许多网友看到丹丹的长相后 便纷纷留言评论 丹丹这演员怎么着的 好丑啊 一看到丹丹便让我出戏 丹丹是带资金组吧 肯定有后台 许多许多评论都表示 对丹丹这位演员相貌的吐槽 其实小编在看剧的时候 看到丹丹的时候 也是多看了两眼的 确实是和其他小孩不一样 也不能说是丑 就是感觉有特色 是一看就能记住的长相吧 于是 带着好奇的心态 小编便去搜寻这位丹丹演员究竟是哪位 歌诗居然几乎没有他资料 百度百科资料也是甚少 只能通过微博得知基本资料 丹丹的扮演者一名成一代 真是名字成熙鱼 国籍加拿大海外华人 从小编是多才多艺 唱歌跳舞拍戏 许多中国歌手演员去加拿大开演唱会 丹丹都会被他们邀请去办舞 情歌王子张雨 好声音平安 还有歌手霍吞 许多许多演唱会上都有出现这个小姑娘曼妙的舞姿 很厉害的呀 其中也看得出来 丹丹应该很喜欢平安 多次为她办舞 还表示想永远为她办舞 丹丹今年才刚好14岁 中学毕业 从社交平台上看得出是一个很自信 很活泼 可爱的女孩 经常出去聊玩 喜欢宠物 也和许多正常年龄的女生一样吐槽暑假作业 真心是一个很可爱的姑娘的 而最让小编感到惊艳的是 丹丹原来从小就有拍戏 小时候的样子好可爱呀 小小年纪的她 也经常来内地拍戏和中央广播艺术团拍歌剧 到最后一段的电视 可爱的最后一本的电视 和车门拍摄